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无条件接纳自己》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6万字 我会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想要让自己避免陷入焦虑情绪 开心快乐的生活 你就需要学会不依靠任何评价就能接受自己的一切 我们总认为人应该有尊严地活着 但是你大概不知道的是 自尊可能是人类最严重的一种情绪困扰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建立在自我评价的基础上的 比如说 当你因为某件事失败而回恨的时候 你的自尊会引发一个你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结果 那就是 你会鄙视你自己 鄙视自己好像表面上影响不大 但经过长期累积之后 往往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 而本期我们要聊的这本书 就会具体地告诉你 评价自行会给你带来哪些危害 相反 如果不需要任何评价 我们都能接纳自己 那我们会得到哪些好处 以及怎么无条件接纳自己 这本书的作者是阿尔伯特·埃里斯 全世界学习心理治疗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名字 你可能只听说过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但是在美国和加拿大 埃里斯比弗洛伊德更有名 他被公认为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应用心理学家之一 排名还要在弗洛伊德的前面 埃里斯是心理学界的大师级人物 几乎可以等同于权威了 他创立了对咨询和治疗领域影响极大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为现代认知行为疗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的核心 它能让你摆脱负面情绪的干扰 帮助你自我成就享受快乐的生活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内容是 什么是有条件的自尊 第二个重点内容是 为什么要放弃有条件自尊 选择无条件接纳自己 第三个重点内容是 怎样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真正实现自我接纳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什么是有条件的自尊 自尊是怎么产生的呢 传统的心理学认为 自尊的产生是基于你对你自己的评价 这个评价不仅来源于你自己做的事情 还来源于别人对你的评价 要是你做的事情成功了 比如你在学习工作生活方面 成功地得到了你想要的 你一定会感觉良好 同时会认为自己是个优秀的人 因为你取得了成功 而要是你失败了 就会认为自己很差劲 因为做的事情没成功 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如果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你肯定会觉得自己优秀 自己有价值 因为周未任认可了你 相反 要是得不到他们的认可 尤其是得不到重要人物的认可 你就会认为自己的努力 和自己本人都是没价值的 所以你看 自尊是建立在 你对自己评价的基础上的 通过自己对自己的认可 和别人对自己的认可 我们产生了自尊 虽然人们提倡自尊 但你可能不知道 这样产生了自尊心 也会给你带来大麻烦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既然自尊是建立在 正面评价的基础上的 这个正面评价 就不是每次都有的了 一旦你做事失败了 产生了对自己的负面评价 那自尊也就无法获得 你还会因此焦虑不安 甚至陷入恶性循环 因为悔恨自责等负面情绪的困扰 丧失了信心 做什么也没法成功 不仅如此 总想着评价自己是好还是不好 根本不利于解决问题 如果你总是把自己想得很好 就会渐渐地以自我为中心 而不是关心问题本身 而凡事都要想圆满解决 都需要从客观事实出发 总想着自我评价 自然就没法好好解决问题 另外 忙着评价自己的所作所为 会消耗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也不利于解决问题 还有就是 在自我评价的时候 人们难免会有高人一等 或者低人一等的感觉 因为只要你评价自己是好的 那就一定是有人差的 要是你评价自己是差的 那就总有人是好的 这个过程中 你实际上就是在强迫自己 跟别人竞争 而竞争难免会产生嫉妒猜忌 时间久了 这种思想就会让人追逐名利 而不是追求快乐 人们的思想就会越来越扭曲 所以呢 平凡的自我评价 对普通人来说 坏处大于好处 那么 什么时候自我评价的好处 能大于坏处呢 研究证明 只有当你能力超强 还没什么缺点的时候 自我评价 才能发挥出良好的效果 不过我们都知道 剧烈人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少 大部分人都是不完美的 总的来说 自尊是有条件的 一个是自我成就 一个是他人认可 当你的一些想法 或是做法让你成功了 或是被别人认可了 你就会觉得他们是好的 同时会把自己评价成是好的 那么 按照传统心理学的理解 自尊的条件 就是对自己的正面评价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条件自尊 这么理解自尊的话 往往你越想得到自尊 就越难得到自尊 而传统心理疗法 试图通过满足 人们获得自尊的两个条件 来帮助他们 避免负面情绪 从而解决心理问题 这其实是南辕北辙 把一个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如果用这种思路进行心理治疗 那几乎得不到什么治疗效果 因为一个平凡人 不可能凡事都成功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内容 传统心理学认为 自尊的产生是有条件的 是靠正面的自我评价获得的 而这种自尊带来的 更多的是情绪困扰 怎么才能避免有条件 自尊带来的困扰呢 本书的作者就给我们介绍 一个全新的思路 也就是我们要讲的 第二个重点内容 不要评价自己 要无条件接纳自己 要想摆脱有条件自尊 带来的麻烦 你就需要无条件接纳自己 也就是说 别因为自己做得好与坏 来评价自己是好是坏 接纳自己不需要看这些条件 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 只要自己能坚持做自己 就可以完全接纳自己 作者分享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说明无条件自我接纳 有多重要 在他和他的妻子结婚之前 他一直很焦虑 总在纠结这些问题 他真的爱我吗 他足够爱我吗 他将来会一直爱我吗 于是作者整天提心吊胆 备手煎熬 有一天晚上 在他向未婚妻问了这些问题后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结果苦闷的他在一个植物园里 整整走了一个小时 正是这一个小时的思考 让他终于领悟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不管他的未婚妻 是不是真的爱他 他都不需要他的爱去生活 没有他的爱 他依然可以好好生活 他只是太想得到他的爱而已 这么想了以后 虽然他有时候还会在意自己的表现 会不会影响未婚妻对他的爱 但是他已经不再过分纠结那些爱与不爱的问题了 自然也就大大减轻了精神负担 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作者意识到 妻子的爱或者是任何人的爱 其实并不是自己必须要得到的 虽然他们的爱可以带来快乐 这份快乐也真是他想要的 但这却不是证明自己的唯一条件 自己做的事能不能成功 别人会不会爱自己 都不会降低自己的重要性 带着这样的想法 在他们结婚之后 他的妻子反而因为他的自信和洒脱而非常爱他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的事和想要的事 但其实 需要和想要是两回事 比如你需要吃饭和喝水 不然无法生存 吃饭喝水是你需要的事 再比如 你想要别人喜欢你 但是并不是别人不喜欢你 就会威胁到你的生存 所以想要的事并不会真的影响你的生活 你想得到别人的认可 你想获得成功 你想要爱的人也爱你 这些都是想要而非需要的事 即使得不当 也不能说明你是差劲的人 正是无条件的自我接纳 让人们可以轻松快乐的生活 可以放弃那种倡导有条件自尊的传统思想 学着接纳自己 也就可以接纳自己的一切优点和缺点 成功与失败 你可以时刻告诉自己 无论你做得好与坏 别人是不是认可你 你都是最好的自己 那些失败并不能否定你的整个人的价值 虽然无条件接纳自我 不主张评价自我 但是想做到完全不去评价也不太可能 有一个好办法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只评价这件事情本身 而不是因为这次的成功与失败 就评价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你并不是有一次行为决定的 你是有成千上万次行为决定的 这里面一定有好的行为和不好的行为 也有无关紧要的行为 不要把你做的事跟你这个人相联系 这样你就不会因为成功了 就觉得高人一等 失败了就觉得低人一等 总之 作者提倡的无条件自我接纳就是 不把一次的成功与失败 和整个人的成功与失败联系起来 人可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不是必须 得不到并不意味着自己整个人都是没价值的 接纳自我不需要条件 只要自己做自己 就可以接纳自己的一切 这就是第二个重点内容 不要评价自己 选择无条件接纳自己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第三个重点内容 怎样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实现无条件自我接纳 想要了解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就得先了解健康的负面情绪 和不健康的负面情绪 你可能会疑惑 怎么负面情绪还有健康不健康之分呢 的确 没人会喜欢负面情绪 因为负面情绪 一般都是有生活中那些不好的事情引发的 比如遭遇失败 取而不得 健康危机等等 人们面临这些脏高的事情时 产生悲伤 失望 沮丧 懊悔 苦恼 焦虑 愤怒等负面情绪是非常正常的 要是一个人没有这些负面情绪 反而是不正常的 在这些负面情绪中 凡是能有助于你做出积极行动的 都是健康的负面情绪 比如 有些负面情绪的产生 会让你寻找改进的办法 不让坏事发生 而那些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只会让你走向更坏环境的负面情绪 就是不健康的负面情绪 比如焦虑 抑郁和愤怒 它们会让你完全失去斗志 举个例子 假如你在工作中 因为粗心大意搞砸了一个大项目 健康的负面情绪 包括沮丧和懊悔 能让你积极主动地寻找解决办法 你会想 怎么能够补救 接下来怎么做 才能避免自己再犯类似的错误 俗话说 化悲痛为动力 健康的负面情绪就是这样的能力 而如果你一直因为这个挫折而感到焦虑 时间久了 焦虑就会转化为抑郁 这只会让你的工作越来越脏 还可能患上抑郁症 不健康的负面情绪 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 在很大程度上还会毁了你 那么 怎么才能把不健康的负面情绪 转化为健康的负面情绪呢 我们会介绍两种方法 一个是自我反驳法 第二个是理性想象法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方法 自我反驳法 你看 人们难免会遇到各种 糟糕的事 但为什么有些人 即使遭遇挫折也能乐观面对 而有些人却焦虑不安呢 其实 糟糕的事情本身 并不一定会带来焦虑 真正让你产生焦虑的 是你脑子里的非理性想法 作者用ABC模型理论 来解释焦虑是怎么产生的 A代表的是 你面对的糟糕的事情 C代表的是 你的焦虑情绪 事实上 A并不能直接产生C 中间还有个关键步骤 那就是不理性的想法B 直白点说 就是导致你焦虑不安的 不是坏事本身 而是你脑子里错误的观念 我们把错误的观念给纠正过来 就能避免那些坏情绪 还是举作者本人的那个例子 糟糕的事情A 是她的未婚妻 没有明确回答她是否爱她 以及将来会不会一直爱她 而导致作者焦虑情绪的 不理性想法B可能是 她必须爱我 或者只有她爱我 才能证明我的爱情是成功的 因为非理性想法B 要求作者必须要这么做 一旦做不到 自然会焦虑不安 所以你看 人们面对同样糟糕的事情 反应千差万别 正是因为中间的这个非理性想法B 各不相同 既然不理性的看法B影影响这么大 当它出现时 你就需要用理性来反驳它 只有把它纠正过来 你才能不焦虑 才能利用健康的负面情绪 恢复斗志 还拿刚才作者的例子来说 她的非理性想法可能是 我的妻子必须爱我 非常爱我 并且将来一直爱我 这想法一听就很可笑 为什么一定要爱你 非常爱你 将来还一直爱你 理性的说 不是你爱别人 别人就必须爱你 没有绝对的事 你可以试着把非理性想法里面的 必须需要这样的绝对性词语 换成不一定想要 这种不是那么绝对的词 那么刚才的想法 就可以变成一个理性想法 我非常希望我的妻子爱我 但并不是必须的 或者说 我的妻子将来不一定一直爱我 但我想要通过我的努力 让她一直爱我 学会这种理性反驳自己的方法 多次实践之后 你就能大大减少 不健康负面情绪的出现 快速调整状态 真正实现 无条件接纳自我 久而久之 还能做到 无条件接纳别人 无条件接纳人生 说完了自我反驳法 还有一个方法也很有效 那就是使用理性情绪想象 捕捉到不健康的负面情绪 把它改变成健康的负面情绪 作者分享了一位患者的例子 来介绍理性情绪想象该怎么使用 这位患者和他母亲的关系非常糟糕 因为从小他妈妈就没有好好地照顾他 还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严厉批评他 他妈妈非常小气 跟周围的人相处得也很差 所以这名患者相信 他妈妈一定是错的 他对他妈妈感到愤怒是应该的 这是因为他妈妈的所作所为 才让他感到愤怒 这么下去 他可能一辈子都要活在愤怒之中 作者首先告诉这名患者 他的这种愤怒 可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因为他要求妈妈 不要总是那么对待自己 但妈妈是不会做出改变的 之后 作者就用理性情绪想象 帮患者做出改变 他先让患者闭上眼睛 然后想象一个最脏高的场景 假如在圣诞节 大家欢聚一堂的时刻 你像以前一样去见你的父母 而你的母亲的态度 和以前一样恶劣 又因为一点小事 对你破口大骂 说你一无是处 想象这个场景 对患者来说太容易了 因为类似的场景 他体验的太多了 而在患者感到非常愤怒的时候 作者让他充分感受这种愤怒 然后让他做出调整 试着为他的妈妈的行为 感到悲伤失望和遗憾 但不要愤怒 这做起来可就太难了 该怎么办呢 这就要从引起愤怒的想法改起 把对妈妈的描述改变一下 道理跟刚才的反驳 自己的非理性想法类似 可以把必须应该和理性 这些词都换掉 重新描述一下 于是这位患者这样告诉自己 我妈妈的确是一个心里 非常不正常的人 她一直都是这样 虽然这非常令人遗憾和失望 但她并没有理由非得去改变 因为她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我希望她能改变 但即使不改 我仍然可以过得很好 理性想象就是这样 让你在非常愤怒的时候 将非理性的想法换一个形式 就像是浮体抽薪 逐渐的 你就能将这种不健康的负面情绪 转变成健康的负面情绪 而在不健康负面情绪 最强烈的时候 做出这种改变 效果最为明显 我们来总结一下 理性情绪想象的做法 具体来说 就是先试试想象一下 让你非常不爽的事情 升级地感受那种 不健康的负面情绪 然后努力将它们 转换成健康的负面情绪 转换时 可以用理性描述 代替之前的非理性描述 而这种方法 也需要在不断地练习后 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最好开始的时候 每天练一次 至少坚持30天 最开始 你可能需要用两三分钟 才能完成转换 几周之后 你就能自如用理性想法去思考了 还是那句话 人生中既有不可避免的痛苦和失望 也有快乐和令人满意的地方 我们应该用现实成熟的思想行为去对待它 去享受你能够享受的事情 毫无怨恨地接纳你无法改变的事情 只有这样 你才能敞开心扇 真正享受许许多多的快乐 好了 说到这儿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传统心理学认为 人们体上的自尊是有条件的 而作者认为 这样的自尊对人们没什么好处 只会让人们陷入追求自尊 而得不到的焦虑中 而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生活 摆脱有条件自尊带来的困扰 最好的办法 就是选择无条件接纳自己 而真正实现无条件接纳自己 可以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将那些不健康的负面情绪 转换成健康的负面情绪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